上一场河北群鹰逆势反击 掀起国旗狂潮 帮子皇后挂帅登场 一曲哪吒闹海 穿云烈石 打响当头一炮 真不愧为施打名票之手啊 南北悲剧高手舞台过招 优烈难分 众人纠结之下 一 东东对不起了 投巧凤 涉险过关 银派老生张恩辰 声若银铃 老练持重 取尽其妙 引人娇口称赞 你可是把我迷入了 不蓄于专业 真的 真的 欲剧选手唐宛义 憨胖体态 驾驭天籁女生 一经全场 最终杀出重围 为河南扳回一局 第二场战霸 南北群鹰平局收兵 军晚最后的剑籍机会 谁将高奏凯歌赢得战棋 南北群鹰会第三场 背水开战 有请主持人 关峰 朱冰 小龙 澄澄 现场和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 这个河南电视台黎元春 和河北电视台绝对游戏联合打造的 南北群鹰会的第三场 大家好 我是樊元春栏目的主持人 关峰 大家好 我是黎元春栏目的 节目主持人 朱冰 我是河北电视台绝对游戏的 节目主持人 澄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绝对游戏的 主持人 小龙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 依然送上的是 南北群鹰会的第三场比赛 是 是 是 在前两场当中呢 一共有八位票友呢 是脱颖而出 为自己的家乡夺得类奇 争得荣誉 没错 没错 前两场比赛当中呢 那我们可以说打成了4比4个平手 是 是 是 目前的战局可以说是 旗鼓相当 平分秋色 那俗话说好戏在后斗 是 最后一场好戏 我们马上就要名罗开场了 那么在正式的比赛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今晚五位重量级的嘉宾 首先来认识一下 著名的作曲家 朱昌伦先生 欢迎 欢迎朱老师 著名青年玉剧表演艺术家 小湘玉评委 欢迎 欢迎 著名的河北邦子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彭桂恒老师 当然还有著名的河北邦子作曲家 李时桃先生 欢迎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 白燕生 欢迎你 五位 李威老师 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呢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谢谢 谢谢 我也希望今天呢 他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多专业精彩的点评 好了 那接下来 一起来认识一下双方的乐队 好不好 没错 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河南电视台 李元春乐队的各位老师 接近指挥赵国安先生 欢迎赵老师 我们的主贤 李乐慧老师 欢迎李老师 撕鼓王奋斗先生 欢迎王老师 好了 那接下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河北邦子这一边的乐队 来乐队全体起立 来 河北邦子乐队是来自 河北省河北邦子剧院 青年团的各位老师们 主贤是李德全先生 主鼓是张庸军先生 来 欢迎各位 欢迎 欢迎你们 好了 那接下来 比赛开始 我们这样 今天还是我们河北邦子 来 没问题 你们先来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河北邦子的第一位选手 来 刘军芳 47岁 北京市河北邦子发少友 舞台上的他 演唱犹如行云流水 洒脱自如 曾一路过关斩将 寄金四座 获得了2011细迷票友 电视大赛 河北邦子组亚军的称号 他那甜美的嗓音 细腻的唱腔 不仅为他征服了无数的细迷票友 并得到了不是专业 甚至专业的美称 你没走了专业 真的是可惜了 鱼音未了 新生极出 今天让我们看这位实力唱将 又将如何为家乡荣誉 踢金战绩 力战群雄 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河北邦子选手 刘俊芳 有请 大家好 我叫刘俊芳 来自北京燕山石化的 一名普通工人 那这个问一下刘大姐 今天咱们唱什么段子 我今天唱的 杜石娘 头江的一段 就是那个咬牙措齿恨藏田 是那个吧 是的 我就觉得那一段特别过瘾了 但是我还知道 就是这一段唱里 您一个人完成不了 还真是 得有俩人 一个是李贾 一个是孙父 这个您带的演员来了吗 诚诚我得求你点事 你说吧 求您给我找个搭档 我给你 您让诚诚给你找 我给你找他 那我讲问一下 您乡的这人是什么标准 我乡上了两个人 您乡上谁了 我乡上了咱们的评为 白燕生 白老师 你乡上白老师了 我知道白老师会唱何比邦子 那你乡上他演谁了 这两个角色 演这个李贾 李贾 那这白老师愿意吗 谢谢菌方 难道我看得起我 我就凑我一眼吧 我非常地荣幸 谢谢白老师 白老师英俊潇洒演小绳 那孙父谁演啊 这又像上谁了这是 咱们在场各位观众 您说谁能演这个孙父啊 什么 说谁 少来我 天哪 都说成成 像我这样 你觉得我像孙父吗 就这么鬼鬼祟祟的脸 孙父刚好 我看下 你再不了解我了 我在细校 正宗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Sylshin 成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从小生已经变成老生 变成丑了 天哪 只要既然白老师 我们前辈都答应了 这个我也没什么不能答应的 所以在这里 Sylshin 从妈咪 那就谢谢白老师 谢谢 成成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一下 这一段河北帮子气贯长红的一段唱 杜石娘 撇宝 来 来 游戏 神里 拉住了啊 不倾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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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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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情 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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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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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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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夫人 夫人 煩 夫人 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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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千世恨藏田 沙氏 尖 北风亭 我永远 江湖 江湖 文之间 满江树 树林 蓬莫 浪 浪 天 都是两位死怨魂不散 我定要那儿的大宝朝圆 谢谢刘钦峰 真是康海飞哥 两位主持人大腕给你配戏 唱得过瘾不过瘾 过瘾 再次掌声 来 送给刘钦峰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 这位选手会是谁呢 我们一起通过短片 来 认识他 在2005年 一位来自玉东的小个子选手 成为了擂台赛的一大亮点 他那高亢的嗓音 俏皮的表演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且在年终总决赛上 一曲摘得 赢奖 随后的几年中 他频频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欲聚 曲聚 四平调 五辅精通 戏歌 小品 折子戏 样样拿手 多年的舞台历变 也使他成为了科剧人气的 银行后 掌声有请赵金印 欢迎金印 金印大哥 你好 你好 金印大哥 金印大哥 好 金印大哥 好 今天显得格外的帅 当年 在我们黎元春擂台赛上 年终总决赛的赢奖 开走了一辆价值十万元的小轿车 就是他 不光现在他自己出去演出 他爱人原来在粮食局 担任会计工作 现在是夫唱夫随 一起出去演出 而且还演小品什么的 这样说到这个小品了 今天现场给大家展示一点 先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好 展示一点点 我就见丑了 这个故事的情节呀 就是一个在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 有个五十多岁的广滚汉 看上了奔存的 一个漂亮的寡妇 叫翠嫂 这天晚上 她头头摸摸 来到这个翠嫂的家门前 去求婚 我把进屋前面的一点内心都背 给大家说几句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叫翠儿洛 这虚话说 瓜妇门前适陪多 今晚上 我也适时摸摸插一绝 万一脆嫂她同意 不肥这嫩个好老婆 谢谢 嗨 我终于知道 她这头发怎么这么亮了 今天现场呢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唱段 刀媚大叔浑石宣断 春风锤的任行罪 先给各位老师 很欢快的一段唱 一段现代戏送给大家 有请 有请 吹风吹呆 打赏 孙吹风吹呆 婚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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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春风吹带 那个人行醉 春风吹带人行醉 从生里回来 我唱到没 瞎聊着转个玩儿 看你熬个回 他喊嫂 他借我 又买包子买过亏呀 又买过亏 他说是小意思 群群智掌嘴 放人来的小毛驴 我要吃亏 三百快看 来 买下了这叫北楼 一條醋 落的他 一條大的高 小完2美 小完2美 亨亨亨亨亨 亨亨亨亨 亨亨亨 莫看着亗霄 上醬、又建 喻、昨日 差一点爱摔来就走路 好 谢谢 金印说 我上来我就得批评你 咋了 你抬不地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们这都投江了 你还乐成这样 可以说是乐到了极点 又悲到了极限 所以就要看一下 我们各位评审 对这大悲大喜之间 如何判定选择 李时条老师 今天刘军芳演的 基本上到位 对李嘉遗憾 对孙父 那个咬咬切齿 那个恨 那种感情表达的 比较淋漓尽致 赵金印老师 这个喜剧演员演得相当的松势 我佩服 谢谢老师 那您最后的选择是 好 选择 三 二 请选择 好 李老师 支持我们 来 接下来 彭老师 就像李老师说的 军方这段投江表现得不错 把对李贾的那种怨 对孙父的那种恨 以及十娘临死前的那种情感的那种挣扎 表现得都很到位 赵金印 您这段倒霉大叔的婚事 非常有感染力 就我个人的好物而言 我确实喜欢悲剧 所以我这条 我给了悲剧 好 谢谢 谢谢彭老师 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小湘玉评委 刘军方这个选手唱得也好 朱镇嘉宾也厉害 但是我们赵金印老师 虽然长得稍微有点不容易 对吧 那么远来了 那唱得其实也挺不错的 是吧 挺好的 好 来 赵老师一票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主招了你们 朱老师 我今天这个戏很有看头 前面的悲剧呢 它两个搭档非常的亮丽 谢谢朱老师 一个我们白老师 一个成成 他增加了这个观众的看点 我也陶醉了 但是我想说一说 我们这个赵金印 这个赵金印在我们河南 这个戏民里边是一个大腕 因为他的戏路太宽了 他这个欲剧 曲剧 月调 二加弦 小品 都会弄两下 而且弄得相当不错 我感觉今天赵金印唱的 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人心碎 那个碎也到高咪 但是赵金印了 哎呀就上去了 这个相当的不容易 很有功力 我呢 投一票 好 谢谢朱老师 现在是二比二评 又到了二比二评 关键是个 发言圣评委 军方的嗓子 比一般的专业演员都要好 那么的刚劲 明亮 有穿透力 甚至是性感 您在唱张淑敏老师的 唱腔的时候 那个细腻真假声之间的转换 是很难做到那样的 赵金印 倒霉大叔的婚事 再歌再舞非常有喜感 真的非常好 让我很愉悦 一杯一喜都特别的好 我特别难以举起这个牌子 前两场 这样的局面很多 但最终我都做出了选择 今天我真的难以割舍了 真的难以割舍 我想接下来跟其他的四位评委 商量一下 能不能破例 两位选手同时晋级 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 这是我们好几场 没有碰到这么纠结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 真的是 我们已经沟通了 可以这样选择 恭喜 赵金印 恭喜我们赵金印 和河南的 金印说 河北的军方姐同时晋级 恭喜 我让你们 两位 两位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半天再见了好不好 好 恭喜我们的赵金印 为我们河南 赢取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晋级席位 去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战旗 恭喜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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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方姐也恭喜你为河北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晋级席位 请去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战旗 有请 有请 恭喜两位 中科学们 半决再见 今天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由河南电视台立元春和河北电视台绝对有戏联合举办的南北群衣会的第三场比赛 那刚才呢我们是双双晋级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那接下来这份幸运会不会继续延续 我们河北帮子组的下一位选手能不能够顺利晋级呢 来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 来 来 乔海云43岁河北苍州市人 作为一名精益求精的河北帮子女老身 舞台上她不仅用唇厚的嗓音潇洒的唱腔征服了所有评委 更是用细腻婉转的女儿性情 演绎了一幕幕铁骨铮铮的男子豪情 从一个河北帮子新兵成长为河北帮子十大名票中的一员虎将 天资聪颖的乔海云用他自己不懈的努力 向人们证明了他对河北帮子的无限热爱 此次全力出击他将继续用实力说话畅详舞台 掌声有请乔海云 来有请 欢迎乔姐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沧州的乔海云 来就来吧 怎么还带着东西来啊 就是呀 这枣是我们沧州的特产呢 那你要拿它干嘛呀 我给评委老师们尝一尝 特别是河南的朋友们尝一尝 要说这枣除了咱河北有 那就是舍太君吃了 那也就是说河南新政的找资音 咱河北沧州的找壮 不是说什么呢这是 应该这么说 河北沧州的找对男人好 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 那这样咱们给评委来尝一尝 来来来来 这都这当场就贿赂了 就是成功了这就 但是呢 但是我告诉你啊 要唱得不好 分不一定给你啊 我吃了啊 你吃吧 先给我们点掌声 这贿赂的勇气可嘉啊 真是不容易 对啊 看见吗 但是我们的评委 个个是公正无私 我们就是吃人不嘴短 拿人不手短 前提条件就是得细唱得好 是不是各位评审 所以乔姐 接下来您唱什么段子 我今天唱 王玉庆老先生的代表剧 太白醉血当中的长安市一段 太白醉血 请 来 唱十九家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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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那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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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çais 和那球里 要是在那球里 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激动了 范儿正 规矩 稳大 确实非常地有价值 而且我觉得我们河北的 这个乔海云大姐也非常地不错 我们也很稳健大气 所以说就看这一组当中 各位评委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纠结呢 李老师 李老师 你先来 我说乔海云王派的唱腔 这个唱段唱得确实也不错 高音很明亮 上下挺贯通 那就是缺少一点那个王一庆老师 那个足足的味道还不太够 杨松慧这个演员不简单 要是一看吧 美女 要是一听呢 纯爷们 那您选择的是 我支持 好 支持杨松慧 好 那接下来 彭慧恒老师 杨松慧 我说真的 我不太了解玉东红脸王 但是我看着舒服 我喜欢 有的时候喜欢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艺术有的时候是相通的 好 这一票我投给你 好 谢谢彭老师 好 湘玉姐 我刚才听你唱那个老生 又大气又正规 而且你那一上来 也是看见很有素质的一个选手 但是你前几个小节呢 你有点走音没太听 有点跑调 就是可能还是经验不足 也许有点紧张 但是总体还是不错的 严松慧 你是挺有魅力 你特有台缘的一个人 一唱那个 跟张新邦老师也特像 好 就高兴 然后一唱 跟林忠郎和老师也特像 好 也高兴 就是特有台缘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唱的呢 还特淡定 声音特别棒 我觉得也挺难得的 一个好演员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应该继续加油 这一票我给你不中 我肥给你不中 谢谢 好 谢谢湘玉姐 好 谢谢湘玉姐 接下来 朱超伦老师 我对邦子不懂啊 对邦子不懂 但是我从一般的这个 声音的划分方面 就是要求上 这个女老生一定要苍劲 要有老生这种感觉 似乎在这方面嘛 我感觉欠缺了一点 这个杨孙慧啊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很难得的 在我们这个河南的一个 业余的一个戏迷 她虽然是个女的 但是她的声音呢 是苍劲有力 厚实 唱得完全是到位 所以我也支持你 杨孙慧再获一票 好 那接下来还有白老师 虽然白老师这一票 就没有悬念了 还是那句老话 想听白老师说话 也是没有理由的 来 王玉庆老师的声枪 刚柔并济 海云说直言 高音的时候 有一点点燥和炸的感觉 孙慧 刘仲和老师号称是 玉局的马连梁 非常完美 真的是完美 古朴 大气 海云今天到我这儿来说 没有悬念了 是个4比0 我吃了来自家乡的枣 我吃了好几个 我觉得我还是 头上来自家乡的 这样的一份亲情的 鼓励的一票吧 好 谢谢 谢谢 白眼生评委 海云大姐 你有什么话说你可以说 没事 你们把早收回来 没事 我觉得两位好姐姐 两位都是我的好姐姐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来来来 印证了那句话 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 以戏会友 好 那我们就恭喜杨松慧 为我们河南的 赢取了一个 非常宝贵的晋级席位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松慧 去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战棋 来 请 有请 中慧 我真的觉得比赛比到现在 虽然我是河北电视台的主持人 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河南的选手送出 我是由衷地高兴 我相信可能 这可能就是一个戏迷的心声 看见好的选手 我们都会为他喝彩而出场 我相信接下来的选手 一定也会让大家特别地开心 也很期待 当然 接下来出场这位选手 我必须得好好介绍一下 很特殊 这位选手的背景 他是来自中央电视台 十一频道 是吗 一位票友 一位节目主持人 刚吃过澡的 对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 家乡的掌声欢呼声 有请白眼生先生 不用不用 我跟你讲 各位 其实今天真的是勉为其难 尤其是小湘玉跟那个慧恒 在这一坐 你说我唱什么呀 我唱 你说呀 大家说唱什么 什么 什么河北旺了 是吗 来 有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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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回忍散 活成桥 活成桥 靠近英雄 是非 成敗 在转头枯 青山已旧在 几度西洋 百发家 将诸上 不安看求愿 春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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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如一的热爱 来 我们掌声 有请张卫芳上场 有请 哇 欢迎卫芳 你好 啊 今天真的很漂亮 很亮丽呀 哎 你好你好 卫芳 哎呀 刚才你没出场啊 你不知道 我们一介绍你的时候 有一个主持人 长的吧 还说的过去 但是他几乎是要失控了 一说到你的时候 他特别想上来见见你 想见见你 就走 怎么了 这就走上 你别吓着我们了啊 喂喂喂 你干嘛呢你 你别吓着我们了 怎么样 那好吧好吧 给一个机会 给一个机会吧 魏芳我一直特别喜欢 扮相也好 唱的也好 是吗 上来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握个手 哎 好吧 握就握吧 有这样的吗 太坏了太坏了 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很清楚啊 12岁就成我们的少儿类主 然后18岁又成了成人类主 我觉得魏芳一直在进步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正式的 老师了 在教学了 都光荣了 教书于人 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魏芳到了石家庄之后 可能由于这个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就感冒了 这两天呢 一直在吃药 在上场之前呢 他还一直在吃那个 特意买的那个补嗓子的药 对吧 对对对 一直在吃 所以咱们就别让他再多说话了 赶快唱好不好 那现在呢 唱哪一段 给大家说说唱段吧 接下来呢给大家演唱一段 欲句红灯继选段 提起敌扣 心肺炸 好 加油 有请 提起敌扣 心肺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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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lgu只牎 女生 娘 娘 娘 要出丑 要出汗 血水冲含江湮下 冲含如旌四 不低头 不后退 不许泪水在变化 流入新天台火花 观众怒火燃烧气 要把黑的魂牵 来笑他 天美我 有准备 不怕抓不怕放 不怕鞋鞭打 不怕牵牢牙 分身嘴骨不交迷点 不怕牵牙 再就想你 当我吧 这就是天 对你的好回答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 我们这位选手 唱了这个ST真的很精彩 是对你的喜好 真的不是男女这种喜好 真的是由衷的赞叹 是欣赏 谢谢 好 谢谢魏芳 这个魏芳可以说是 美丽与实力并重 没错 所以我们接下来 派出来这位选手 可能比美丽是比不过了 我们就比比实力吧 好 那接下来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认识一下 来 郭金荣 40岁 天津市大党人 这个琴棋书画 戏曲舞蹈 无所不能的才女 不仅各方面拥有着 不俗的成绩 而且全部自学成才 2008年 她与河北帮子韩派结缘 仅用几个月的时间 便凭借一曲《琴相连》 过关斩将 夺得了金荣记三帝 河北帮子十大名票银奖 她那低回婉转的唱腔 细腻传神的表演 不仅打动了无数戏迷观众 而且得到了河北帮子 韩派再传弟子 金玉芳的大力赞扬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了 能够做自己心爱 高兴的事情 就是最幸福的了 每天只要让我能够 好好唱唱 我心爱的河北帮子 我就是吃窝头 我都开心 我都高兴 掌声有请 这个吃窝头都得唱帮子的 郭金荣 来有请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河北的父老乡亲们 亲近的评委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刚才小片当中这一句话 我真的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 对 天天吃窝头都得唱帮子 为什么这么喜欢帮子呢 因为啥我也说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觉得咱们这个河北帮子 特别的好听 特别的有味 所以我就特别的爱唱 那您平时跟我们说说 唱的最好的段子是什么 就唱《亲相恋》呗 真的 但是我听说 你们那的人 好像对你的评价也不低呢 我们经常都唱《亲相恋》嘛 那个村里的人们都说呀 那个 你看看 都不叫名字 都不叫名字 大家老爷爷一看见你看看 你看看 那不 秦相恋又来了 我的苍天呀 管您叫秦相恋 您老公那就真成陈世美了 您老公听着愿意呀 我老公可支持我了 大姐今天咱们就把自己当成秦相恋 更何况今天唱的是韩派 我告诉你 韩派我跟白眼神老师都非常喜欢 为了那两家能够更好地欣赏韩派 白老师 您讲讲韩派行吗 韩俊清韩派 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弹行的流派 她的高音沙哑 中低音非常的漂亮 圆润 低回婉转 藕断丝连的声枪艺术 这样的一种声枪特点 让我想到了平剧里的小白玉霜 也让我想到了京剧里的成派 我觉得在审美的舞台呈现上 我觉得是异曲同工之妙 我非常的喜欢 我期待她 所以希望大姐咱们进入到这个秦湘莲的人物当中 好好唱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来欣赏河北帮的韩派 秦湘莲 来 有请 阿尔们不要害怕 你啊 随住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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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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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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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 离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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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民 温度子 今夜 去无数一宋远 在家中有你的儿和你 在家中也有你的鸡发起 鸡发不够疼 其实你儿的专家大笑意 一个一个传道套起来 在你时乖 杀人的灾烂 走向前来 双喜鬼 宝贷 在你时乖 在你时乖 唱这段确实很好听 嗓子很亮 也很结实 遗憾的我是感觉的 就是稍微跟前 稍微有一点脱节 郭金荣 你是来唱这段 韩派的清香脸 声音控制 这个板头的这个尺寸 以及韩派这个轻衣的这个特点 基本的到位了 我支持你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好 那接下来 彭老师做出选择 好 张卫芳 《青春靓丽》 而且把玉剧唱得很高亢 唱出了铁媒 那样的一种情怀 我很喜欢 跟李老师有同感 刚才有个别的高音的时候 有一点点跟弦脱节 郭金荣的韩派 我想给你提一点什么建议呢 还是土字上的建议 就是你每一次唱的时候 你都要有意识地把自投自辅 特别是归运 把它去有意识地去唱 不要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唱 你刚才也在有意识吐了 但是功力不够 我希望你以后在唱的时候 加强土字方面的功力 好不好 好 谢谢彭老师 那你选择的是彭老师 您的观点是谁 我一贯的风格 我喜欢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是戏曲的希望 好 我把这一票给了 哇 谢谢彭老师 谢谢彭老师 接下来 湘玉姐 因为张玉芳前两天来之前 她嗓子哑了 感冒了 结果一看 发挥的还行 音准也没问题 可能就是磨合的 不是特别好 咱这个何北邦子 这选手唱《亲相连》 他关键他特放松着 他整个哪都放松了 声音出来很漂亮 因为刚才那个白银生老师也在说 你像成派啊 包括什么 他声音会往后一点 不会贴的挺往前 你的前头的东西多了 这个后喉音和后脑音要多用一点 可能就会更像这个流派了 对吧 我也很喜欢你 但是你跟张瑞芳在一起了 我肯定是要投张瑞芳了 谢谢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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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湘玉 来 朱超伦老师 朱超伦老师 我只想说 魏芳啊 我感觉你唱得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我想你在声音训练方面 已经是攀了一个高的台阶 我祝贺你 谢谢 好 好 谢谢朱老 再得一票 王伟芳 来 衍生评委 王伟芳确实确实出声牛犊啊 声音造型和他舞台的造型 都跟那个小铁媒是非常吻合的 非常吻合的 韩俊卿韩派的风格的那种含蓄内敛 音断气不断 我们一定要抓好这个精髓 有很多地方我发现可能是节奏的问题 也可能是气息的问题 可能感觉不该喘的 咱喘了一口气再唱 节奏就不对了 很遗憾 大姐 我这一票投给 没关系 没关系 恭喜 恭喜张卫芳 其实郭莱姐 一直在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胜败无所谓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漂亮的舞台上 有这么多的名家评委 能够让我美美的唱上一段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 她真的是说出了她的心声 我相信全国的亿万观众 都看到您 知道在您村里 有这么一个热爱生活 热爱邦子的郭金荣大姐 所以郭大姐 希望你唱着邦子 一路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来 谢谢 这掌声送给郭金荣大姐 谢谢 谢谢郭大姐 恭喜张卫芳为我们河南 赢取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晋级席位 请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战棋 恭喜卫芳 恭喜你 恭喜张卫芳 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由河南电视台 李渊春和河北电视台 绝对有戏联合举办的 南北群衣会的第三场比赛 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是是是 因为是我们整个 我们三场比赛当中的 最后一组选举 没错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就在最后这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我们河南的 最后一位选手 好 谢谢来认识 2011年度第七届雷响中国 年终总决赛同奖类中 清澈的嗓音 端正的台风 让他赢得了小贾文龙的美誉 从获得赛季三奖 由著名主持人白燕生 陪同衣锦还乡的荣耀 到年终总决赛上 首轮急遭淘汰的挡机 一年之中 他经历了悲喜两重天 成功不是终点 失败是新的起点 沉默之中 正在酝酿爆发的力量 愈挫愈勇 才是青春该有的张扬 我们掌声有请浩启东 有请 你好启东 你好启东 欢迎启东 应该说启东是一个 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大男孩 就在去年的五月份那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评委席的一位 他非常非常喜爱的评委 也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白燕生先生 陪同他亲自回到他的家乡 亲手包了饺子 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下 说说那次的情景 启东的爸爸妈妈 就在石家庄打工 那天 启东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说白老师要去咱家 说要包饺子 说白老师 爱吃什么馅的饺子 说浑像 说浑像 说咱在河南没浑像 结果您猜怎么着 爸爸妈妈从石家庄 买了二十多斤浑像 坐车 赶回到的河南的农村 全村 楼上楼下屋里屋外 一块来剁馅儿 宅菜剁肉包饺子 有那个场面 我记忆犹新 真的过年都没那么热闹 白老师说起来 也是记忆犹新 是的 永远难忘的那个场面 那在这里 我要给现场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解释一下 刚才所描绘的 这样一个情境 其实是在我们去年 黎元春的立台赛 某一季当中 启东的成绩非常好 获得了前三甲 前三甲 这是一个衣锦还乡的环节 但是到最后 却跟金奖失之交臂了 获得的是铜奖是吗 对 铜奖 当时好像也流泪了 我知道从那以后 浩启东就攒着一股劲了 他制定了一个减肥计划 就是因为上一次 评委可能觉得启东 有点怎么样 撞了 所以现在减肥计划 实施的怎么样了 比赛完之后 就是我爸我妈陪我一起 就是说每天早上就是跑步 全家总动员陪着你减肥 对 现在减下来几斤了 从过年到现在 五六斤吧 继续努力 有成效了 对 提个建议 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以后 从石家庄跑回河南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好 那今天要给各位评委 还有观众唱什么呢 唱什么 我不是百五 你不是二百五 这个大家别误会 大家别误会 这是我们一段 欲剧当中的现代戏 这个村官里面的一段唱 那开始演唱吧 加油啊 有请 我不是二百五 心里也不好 这几年我也是 起舞 等大黄昏 风里来雨里去 走满窗 被守日爱动 也想多赚钱 一眼见赞 小长月板月红火 可喜香香 在大地树 也离不开 三角下这块地 咱头上这片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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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乱说 我不管 我决定死里不回方 再全村笑发欠 再亏再累心也干 再同学建设一桌墙 小莲桌地来上晴天 当一个温馨无愧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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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启东 非常可爱啊 启东 对啊 好了 这个启东也是我 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 特别特别可爱 他眼睛里透着一种 坚定 单不 是单纯 我真的觉得 所谓喜爱戏曲的人 就需要这种单纯 因为有了单纯我们才会有执着 有了执着我们才会有成功 所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接下来也特别单纯 特别执着的一位选手 先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 季晨一位来自河北宝定旺都县的90后小将 虽然他年纪不大 但是在河北邦子的演唱上 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老戏骨 从14岁开始接触河北邦子 到现在季晨所能演唱的唱段 已达60多段 尤其在2009年绝对有戏的舞台上 季晨把濒临失传的赵派唱腔 走雪山一段演绎的自证腔圆 博得了满堂彩 从此在戏迷观众心中 又多了一位明星票友 在河北邦子票界 又多了一位厚积薄发的新后生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 这位河北邦子的新后生 季晨登场 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听众老师 大家晚上好 好 这个季晨90后 对 但是喜欢那个东西 都是他爷爷奶奶 甚至祖宗辈的东西 真的 比方上喜欢什么 戏曲 相声 对 评书 大鼓 还有呢 快板 烙子 总之所有的这些传统艺术 无一不碍 现在说句非常寒心的话 年轻的朋友们喜欢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在这儿呢 我就想做一个呼吁 我就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的90后 80后 包括00后们 都像我一样 来热爱我们的传统艺术 来发扬我们的传统艺术 这句说得好 学别人的永远是别人的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对 今天来到这儿 这样既然夸了你半天了 怎么也得给我们展示展示 对呀 我带着东西呢 你稍等 我带着家伙了 你稍等 你稍等 停 我今天就想让你把什么评书啊 相声啊 快板啊 大鼓啊 把它混在一块展示行不行 哎呦我的天哪 闲话少说 先来第一个 评书 来 行目一敲风雷动 南北雷台会春雨 停 大鼓 大鼓 诗家庄上百战场 南北全影会真不寻常 行 快板 来 长颜道 天下的悉尼市一家 是 看到了河南的朋友 我都激动的 我都不知道该要说点啥了 干脆 我还是给大家汇报一对河北的帮子枪 愿我们南北细腻的友谊万年长 万年长 好 那么对这门心情为主她叫言之不足歌永之 接下来说了这么多了 唱好不好 唱什么段子 照拍传统剧走雪山 好来 掌声有请 有请 小姑娘 你请起来 小姑娘 老诺我 担待 不提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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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讲出话来 让爱听 他有这好话 对我讲 我也有好言语 去有什么 姑娘 那高胆美中 大弟兄 有一位家人 还是有老母 我不比一千朝的故障 我愿把好好好好 需要不为了 只要半 半 半 痛啊 痛啊 谢谢 谢谢李珊 好 谢谢李珊 交货子好样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晋级名额了 有请朱老师 许东啊 你这大本嗓非常好 又亮 又浑厚 又敦直 但是你的小嗓 也就是你的假声部分啊 有点虚 而且飘 所以希望你努力 哎呀 这个季晨啊 这个90号难得呀 如果所有的朋友都像你这样话 我们中国这个后代 这个文化底蕴呢 会随着你这种思想在提高 那我们国家呀 等于说是软势力更强了 好 好 所以季晨啊 你的感情真挚 高康不躁 粗犷不野 朱老师服了 好 谢谢 谢谢朱老师 来 湘玉姐 这个季晨是太可爱了 一下就记住了 你这么小的这个经历也不太多 为什么唱的东西 对艺术的这个理解 对你不管是刚才是说快板也好 还是唱也好 这个准确老道的这种张力 我是想看你从哪来的 因为他小眼一带还挺时尚 挺 真的没关系 一边唱一边哭一声 你这个气息 包括你那个紧张 这个肌肉都没有放松 都没有给住 所以再加油 还要学 还要练 是吧 好 季晨 我记住你了 给你一票 谢谢 谢谢 湘玉姐 谢谢 季晨连获两票 来 现在彭惠恒老师 启东 我喜欢你的演唱 舒服 钟 低音 漂亮 乐感特别的好听 季晨 胖了 减肥去 你们两个一块减肥去 再说赵派 赵派确实是我们河北邦子 非常好的一个流派 那他的巨母非常丰富 他的腔非常的高 你看了 他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在高 中 低音上 徘徊和迂回 他的难度和技术性 是相当的高的 为什么说濒临失传呢 因为很难有男生 来学下来的 所以季晨 我对你寄予很高的希望 我希望你把照派传下去 并且发扬光大 刚才我们河南的两位 大师级的老师 投了季晨 好 我 投启东 谢谢 黄慧也好 谢谢孟老师 谢谢 李诗条老师 接下来 启东 这个河南玉剧 村官李天成这个 这个音乐写得特别棒 让我这个老想跟着哼着唱 好听 上口 朗朗上口 为了弘扬现代剧 我投给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鸣老师 来 白老师都擦汗了 白老师 今天两个好声音碰到一起了 好启东的中低音 真的很漂亮 季晨 只响亮 可能不挂味 只苍进 可能缺乏那个明亮的光泽度 但是季晨 他既苍进 又有光亮 他都有了 季晨 我想说 你是我听到的 新一代河北邦子的最好男生 哇 哇 如此高的评价 那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白燕生老师公布 最后结果 来 各位 每一个选手 都不是奔着失败来的 但是 每一个选手 又都要有输得起的心态 我的评判是 恭喜 恭喜季晨 还要再拥抱一下 再拥抱一下 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非常谨慎地 要宣布 季晨 恭喜 进阶 恭喜季晨 为河北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晋级席位 请去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战旗 那我们南北其英会的13位晋级半决赛的 选手呢已经产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公布他们是谁 好 他们是 玉剧选手郭海祥 李春景 韩鹏飞 唐满意 赵金印 张卫芳 杨松慧 河北帮子晋级的选手 他们是 徐燕青 裴军阁 侯晓凤 张恩辰 刘军芳 季晨 再一次掌声送给所有晋级的选手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下期的这个决赛呢 我们将在河南的场地举办 那么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继续关注我们的南北群会 半决赛将会更加精彩 我们河南不见不散 好 下周终于时间 我们约春大本营不见不散 好 半决赛再见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本